又见证历史了 20年我国的GDP才刚破百万亿元 21年总额又创造了114万亿的新纪录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 21年全国GDP总额高达114.37万亿 约合17.7万亿美元 稳居世界第二 而且增速高达8.1% 这个结果呢 在目前全球还在抗疫的情况下 确实是一枝独秀 在结合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最新的人口数据 14.126亿人 这算一下人均GDP已经是超过了12000美元 而世界银行最新定义的高输入国家标准是1.27万美元 我们可以说基本是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了 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会有疑惑 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第二 和美国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少 就用一个简单的对比 美国超过17.5万亿美元是在2014年 表面上看我们和美国有7年的差距 但是我们国家这几年增速是远高于美国的 我们201年是8.1% 而美国上一次GDP增速达到8% 还有追溯到1951年 所以不管是经济增速 还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来看 再加上汇率因素 我们的经济总量要超过 已经当了世界经济老大100多年的美国 我想不仅仅只是口号 而是一个几年内就很可能实现的目标